詞曲 sigma 文貴, 上臉 第二年 詞曲 李宗盛 甚至在現在的位置 你坐在那裡 待會再用VR眼鏡 你可以自身其中 戴了VR眼鏡 完全把自己進入了世界 這是為什麼VR最吸引的地方 亦都令到這麼多公司爭相去做這件事 我們現在拍一個展示,好嗎? 拍展示,然後就剪片 現在一起拍,你們做演員,好嗎? 拍我的同事進場,然後上台演講 然後跳下去和大家自拍 我教過分鏡 他進場見不見到他的樣子? 三木靈見不見到他的樣子? 見不到 因為三木靈在這邊拍,他是後面 第二個鏡子會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第一行通常都是嘉賓,總統那些 接著第三個鏡子,他上台 我的機器設在這裡 設在這裡,會見到什麼? 你猜? 腳的Close-up,放在這裡,正面 接著就是看樣子 我就在這裡講,今天360大家獲益良多 接著第五個鏡子,我放在這裡 好,OK 同事就會表演 在這裡跳下來 嘩,這樣跳下來 這樣跳下來 有一個over的鏡子 通常我們做拍攝的時候 怎樣應用那個鏡頭的 譬如我們可以用Drum 航拍,大型一點 或者小型都有 也會放在這輛搖控車上 然後設置一個Drial 即是避震 我很開心今天來到這裡 我學了很多不同的VR器材 然後下午又學了怎樣去分鏡 怎樣去設計不同的鏡頭 怎樣去拍攝 然後最好的環節就是 我們有一個試玩的環節 我們可以拿著VR機 接著去即場去拍一段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校園生活 可以馬上去學到學耳致用 還有可以即場去看一下 怎樣可以剪接VR的片 我覺得很充實 其實我本身不太會剪片 但今天下午經過這個訓練 大致上對VR剪輯片 都有一個初步的認知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好 因為我們接下來都會參加比賽 都學了怎樣去 即是介紹了VR的器材 和剪片的方法 希望可以用得到來參加這個比賽 我會參加比賽 因為我在網上看到的時候 都有興趣去知道多些 還有試一下 看看我自己可以做到什麼內容 所以都會想利用這個機會去試一下 感覺很特別的 因為這些同學是很主動 亦都是很有興趣對於這個360 世界是一個很新的攝影科技技術 更加開心是大家怎樣用他們的創意 所以我們可以實在由一個概念變成一個短片 由拍攝、量度、剪輯、剪輯 都可以有一點實習